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喜欢她的人自然也很多 肖美觉得自己很普通 而且她也是个害羞内向的人 家里条件不是很好 又想着自己应该好好学习 不应该早早谈恋爱 但是正青春 喜欢一个人是最正常不过的心思 而且一旦喜欢了 又怎么轻易放得下来呢 因为跟学长有些一些活动上的交集 她也免不了经常见到她 学长人帅是肯定的 重点是性格很好 这位小妹也是安静型的人 喜欢的类型也偏安静型 她眼里的学长 是谦谦君子 温和亲切 为人正直 小妹还听人说 学长家境很好 怎么看都像剧中走出来的白马王子 越是优秀 越是心动 可越是优秀 也越让她止步不前 不敢表露心迹 她也看到很多大胆的学妹学姐 向学长是好 还有人托她转交过礼物给学长 但是她自己 什么行动也没有过 林二 为了给你包一个橘子 我先为许多人包了橘子 她说自尊心还是很重要的 因为看上去 她要是表白 肯定不会被接受 不表白吧 还能跟她共事有来往 有联系 表白了 估计她就会害怕自己 就不会跟她自然随意相处了 那样就不方便经常见到她了 为了藏起自己的喜欢 她也为了不 少力 一群人聚的时候 小妹说自己想跟学长说几句话 想跟她照个面 想遇上她的目光 但是又不敢直接了当 于是有天她带了好多橘子去 她给好几个人包了橘子 最后才轮到学长 她装作漫不经心 其实包那个要给学长的橘子时 她心跳都是加速的 手都是抖的 她把那个橘子正中递给她 目光直视她的眼情 再送上一句天热 别中熟了 然后她对她笑一笑 再假装若无其事地走开 其实与她目光相遇时 心里已经翻江倒海了 她问我 这样是不是很幼稚 是不是很傻 我是不是太胆小 的确 她暗恋得很小心 但她的分析也是明智的 那种万人迷的学长 不法有人表白和追求 不用主动再加一个追求她的名额 既然有机会经常见面 若她对她另眼相待 自然会有行动 会主动 如果没有 说明她即使对她有意 也不迫切 也不明确 也就说明这位小妹不适合大胆出击 放一放位好 03 因为暗恋你 所以要变得跟你一样优秀 苏格拉比说过 暗恋是世界上最美丽的爱情 放在小妹这件事上来看 还的确有那么点美 为了给她包个橘子 都要这么大费周章 青春的那些花蕾般的小心思 这样婉转来表达 确实有点小美好 如今的情爱节奏普遍很快 似乎大家都不想浪费时间 看上一个人 或是对一个人有那么一点动心 就会直接了当说出来 你接受 皆大欢喜 你不接受 就不耽误我时间 我爱别人去 但是在这样的时代 仍然有许多人愿意默默在心里 守着喜欢着一个人 或者明知不可能 或者明知配不上 或者明知不会被接受 虽然知道种种自己觉得不可能的原因存在 也不愿再去喜欢别人 虽然有时候会有点煎熬 但是因为是自己心甘情愿的喜欢 也就不会觉得太委屈吧 甚至因为心里装了一个人 就不觉得荒芜 反而变得充满动力和活力 如果对方优秀 便有那种为了跟他并肩而立的英勇 为此而努力成长 临此表白被你拒绝 不会比错过你更难过 如果能有这种因对方而成长的心理 这次暗恋便不是唯一一种美好的暗恋 但傲慢与偏见里也有一句话说 将感情埋藏得太深有时是件坏事 如果一个女人掩饰了对自己所爱的男子的感情 她也许就失去了得到她的机会 这么一看 这话也有道理 比如那位小妹 也许她只是没发现自己的优点和闪光之处 也许那个高高在上的学长也有自卑的一面 也许她心里的小妹也是闪光的 但是她也是骄傲的 即使喜欢她 却觉得别人都表现表白 她为什么都没有任何喜欢我的表现 是不是她就真的 对我一点意思都没有 人心格肚皮 这样的误解也是有的 这样的猜测也是经常有的 这样彼此不了解对方想法 而错过的事也是常有的 所以既然喜欢 还是偶尔要点 到位置的表露一点 不直接说 但也要晚转让对方明了一些 如果对方对你的暗示无动于衷 再退回原地暗恋或是放弃也可以 总之 不要彼此错过酿成一生的遗憾就好 毕竟表白悲剧这种事 不会比错过更让人难过 作者 轩小蕾 又宁墨央 我为爱着的你代言 图 网络 侵权极山 图文无关今日讨论 你暗恋时 做过什么奇怪的事吗 rast check me 当时失考虑…… ippa 还不太